首相南都市里伊斯麦沙比里 今早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为一连三天的大马一家人活动主持开幕 首相在致辞时 除了承诺会致力缩小沙巴和半岛的发展差距 也表示政府对民众的不满非常敏感 其中就包括机票价格上涨的问题 伊斯麦表示他发现国人对机票价格上涨 特别是佳节期间半岛往返东马机票价格 不合理暴涨和航班延误的问题怨声载道 他承诺政府将会和所有设计单位讨论 让下一个佳节想要回乡的国人 不再对机票价格感到担忧 谈到沙巴的发展问题时 首相承诺政府会缩小沙巴和半岛的发展差距 其中一项努力就是免费通车的泛婆罗洲大道 预计可以在五年内改变沙巴的面貌 针对沙巴的海域安全问题 伊斯麦说会检讨我国与印尼 和菲律宾的三方合作协议 以便更有效的交换情报 遏制罪案和恐怖主义相关活动